我和前女友的故事被扒出来后 网友们都磕疯了 后来我们在饭局相遇 有人无意间说起 当年我为了给前女友求一个角色 在饭局上被人灌酒灌到 未出血进了医院 那个角色 他一直以为是他白月光给他争取来的 周围人都替我不值 问我后不后悔 前女友满眼复杂地看着我 我想了想 笑得是然不后悔 我早就放下了 我跟前女友的过期堂被网友扒出来了 那是一段三年前的视频 那时候我刚拿到最佳新人奖 被采访的时候记者问我有什么想说的 我左手拿着话筒 右手握着奖杯 正在看一边的柳如烟 她那时刚出道 还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心愿 站在角落里没人采访 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看着她笑 那是我女朋友 她很优秀的 以后一定会成为很厉害的演员 红毯上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 白色的晶莹落在我睫毛上 我双手合十 以后拜托大家多多照顾她 视频被配上BGM 剪得缠绵翡测 网友把柳如烟 后来拿到影后的视频也剪了进来 她正在发表获奖感言 我想感谢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 如果没有她 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说着 她动情地看向台下 声音里压抑的情感几乎要溢出来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也能一起走下去 网友们纷纷留言 无无刻到了 好想哭啊 宁言在对自己最重要的时候没有宣传自己 而是让大家照顾柳如烟 她真的好爱她 双向奔赴吧 柳如烟也真的像她说的变成很厉害的演员了 很厉害的人了 可我也失去你了 他俩怎么后来就分手了呢 真的是 美学天花板 过期堂真要命啊 这个视频席卷了个大平台 一时间我和柳如烟的名字直冲热搜前三 说实话 这视频的剪辑水平实在是牛 实在是高手在民间 连我都忍不住感叹一声 要不是主角是我自己 恐怕我真要感动啊 可是只有我知道 柳如烟的那句感谢 压根就不是给我的 她说的那个人 是她的白月光 我跟柳如烟分手 是在她拿影后的当天 说起来当时我真的以为 她是在感谢我 还贡献了个感动到流泪的镜头 毕竟为了她 我不能说赴汤蹈火 也实在是尽心尽力了 那时候她是新人 没什么机会 我利用我的所有人 卖给她拉关系球角色 甚至连我的经纪人 都分享给她一起用 为了能给她个露脸的机会 我自降片酬只求 带着她一起进组 圈里的好角色多难拿呀 各路新人都卯足了 竟想要出头 我为了帮她拿到一个女三 被一个导演灌酒 灌到未出血 当晚直接进了医院 可是一切都是值得的 不得不说 柳如烟真的很有天赋 她长得又出众 哪怕在圈里一水的 俊与亮女中 也是最打眼的那个 那个女三的角色 让她一泡而红 她成了心境女神 一时间风头无两 各种片约接到手软 出色的脸在高领之花的气质 把一众粉丝迷得找不着呗 短短几天粉丝 就暴涨过千万 可当天晚上颁奖 结束晚宴的时候 我从卫生间醒酒出来 却看到她跟沈桥抱在一起 冷冰冰的灯光 把我冻在原地 我只能一动不动地 看着他们亲密拥吻 沈桥是柳如烟的初恋 两个人从上大学就在一起 恋爱了五年多 她也是圈里人 后来因为公司 不许她谈恋爱 她俩不得不分手了 其实我早就猜测 柳如烟是为了她才进卷的 我看着柳如烟 她嘴角带着微微的笑容 神情温柔的 几乎像是要化开 燕族地把脸埋在沈桥怀里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种表情 在我面前她总是冷冰冰的 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 原来在爱情里 努力是最没用的东西 而这些年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我在自作多情 她的心里已经全都被另一个人占满 任由我再怎么奋不顾身 也都是无用功 他们在灯光下是那样单配 好似一对碧人 连我都忍不住觉得 她好像确实更适合跟她在一起 于是当晚 我跟柳如烟就提了分手 分手的过程不是很愉快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 爱恨都只在一念之间 口不择言中骂她白眼狼 骂养她还不如养条狗 说我以前瞎了眼 现在看到她都恶心 柳如烟也骂我自我感动 说她根本就不需要我给她跑前跑后 说她从头到尾 其实都没喜欢过我 最后的最后 我颤身问她 所以你拿到奖的时候 感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她紧紧咬住牙 侧过头去 半生后 她冷冷道 当然是阿乔 不然还能是你吗 少自作多情了 我明白了 许久后 我苦笑道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是难受过一阵子 不仅仅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还觉得自己的付出都为了狗 也喝过几次酒 昏沉过一段日子 但现在 我感觉已经走出来了 在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只是微笑着跟经纪人感叹 你看我当时多蠢 柳如烟就在旁边 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还二愣子式地上赶着让人家照顾她 经纪人叹了口气 谁年轻的时候没碰上过几个渣男 随即她脸色变了 沈桥发微博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发微博怎么了 经纪人紧锁眉头 她说你炒作 说柳如烟当年感谢的是她 我打开微博 发现沈桥转发了我和柳如烟的那个视频 评论道 剪得挺好 连我都有点磕道了 但是当年如烟感谢的人好像是我吧 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但还是希望没底线的炒作少一些吧 没一会儿 柳如烟转发了她的微博 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们 我感谢的一直是阿桥 请无关人等自重 无关人等 经纪人在一边气得大声骂娘 我却只是盯着这几个字 直到眼眶甘涩酸痛 原来在她心里 我一直都只是个 无关人等 那些耳病思摸 那些深夜的情话 还有那些笑和泪 原来都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这怎么办 我苦笑 这也没办法 她说的都是真的 本来柳如烟感谢的那个人就不是我 经纪人急了 可她现在已经开始带节奏 说是你插足了她和柳如烟的感情 在他们吵架的时候趁虚而入 平乐里果然出现了大量水军 有病吧 第三者也有人喝 柳如烟大学就和沈桥在一起了 是宁言死不要脸 趁着他俩吵架的时候插足好不好 对啊 真当以前的网友不上网了 男小三去死刑不行啊 宁言滚出娱乐圈 插足别人还要连炒作 真是绝了 短短几个小时里 我的评论里就出现了大量带节奏的水军 这些账号都是刚注册的 有的甚至连头像都是系统自带的 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 只是疯狂控评 可是吃瓜吃嗨了的网友压根不在意这些 很多人都真的信了我插足了柳如烟和沈桥 一起在微博下辱骂我 还去我的新剧下刷屏让导演换人 任凭我发了微博解释 他们也不信 他们并不需要真相 只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经纪人急得抓头发 刚才有几个代言来找我问怎么回事 被我糊弄过去了 你赶紧给柳如烟打电话 让他给你解释解释啊 你们不是在他俩分手挺长时间之后才在一起的吗 他才是最清楚的呀 是啊 这时候只要柳如烟说一句话 我就没事了 可是他真的会帮我说话吗 我纠结片刻 还是播出了那个一年没有再打的电话号码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播 我争住 听着手机里冰冷的电子女音 柳如烟刚刚还转发了微博 他怎么可能关机 心里逐渐泛起细密的痛 我朝着经纪人露出一个惨笑 不行 他把我拉黑了 乌漏偏逢连英语 我正在筹备的一部电视剧的导演也打了电话来 电话里 他支支吾吾道 小您啊 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你 这样 咱们这次就先算了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我拿着手机 愣住了 这部电视剧是我今年最重要的工作 里面的男主人是我很喜欢 是我当初好不容易才争取下来的 为了能拍好这个角色 我提前半年推了所有的片约 专心在家打磨表演 我急了 张导 这都是签好合同的事了 而且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委员 怎么能为了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就把我换掉 再说如果现在换男主 岂不就是坐实了我插足别人感情吗 张导为难道 我是知道你的 可是 小宁啊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是投资方特意打电话让我们来换人的 你知道 我也没办法呀 不行的话 我这边组个局你去求求人家 看人家肯不肯 我抹了把脸 行 我知道了 麻烦您了 第二天 我忐忑地去付了张导的约 然而一进门我的脚步就站住了 巨大的包厢里 坐在主位的不是什么大富贫贫的投资人 而是一个熟悉到华成辉我也能认出来的人 柳如烟 他穿着一身优雅的黑色西装裙 白衬衫领口散开两颗扣子 精致的五官在水晶灯 波光灵灵的光下 简直好看得不像真人 像是一尊冷冰冰的神 张导显然也没想到这家投资公司是柳如烟开的 朝我露出一个苦笑 是啊 柳如烟现在的片酬简直高到一个离谱的地步 他明明是个实力派 脸却比偶像派还偶像派 但凡有他的电影跳房都是有保证的高 片约都到后年了 估计早就捞得盆满钵满 开始自己做资本了 我跟张导合作过不止一次 还算熟悉 他也愿意卖我这个好 笑着跟柳如烟打圆场 王老师 这是我们之前的男一号宁年 你们应该很熟悉 不用我介绍了 我今天让他过来 就是让他把之前得罪过你的地方 好好地跟你道个歉 小伙子年轻不懂事 这些年他也挺不容易的 你别跟他计较 小宁 张导朝我招手 来呀 咱们一起敬影后一个 我僵硬着走过去 手里被张导塞上一杯酒 而柳如烟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神情轻蔑 快呀小宁 张导催促道 我端着酒 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去入密密麻麻地攀附上我的脚踝 顺着巷上将我五花大绑 多可笑啊 我死死握住酒杯 感觉到骨节处传来的痛楚 我道歉 我有什么可道歉的 我太蠢了 曾经太爱他 才会这么义无反顾地把刀子递给他 帮他狠狠地捅得我鲜血淋漓 不太想喝这杯酒 既然这么不情愿 还在这里干什么 他的目光好像刀子 把我凌迟在原地 可我不能走 我太需要这个角色了 现在换脚的话 不仅仅是我这半年的功夫都白费 还会在本来就严重的舆论上 在添最后一根稻草 可能真的会毁掉我的未来 如果柳如烟这时候再说什么我插足 那我就真的完了 许久后 我慢慢端起酒杯 我甚至能听到 关节之间声色摩擦的声音 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 求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吧 说着 我一饮而尽 烈酒入喉 刀子似的把人从内脏里割得血淋淋 柳如烟却并不给面子 只是吃笑一声 一杯酒就像换一个男主角 宁先生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声音开始颤抖 那你要怎么样 他两指并起 随意地往身后一招 小助理拿着两瓶酒上来了 把一排十个杯子都倒满白酒 周围的人面色都变了 然而这是柳如烟的主场 没人敢说话 他微微仰头 眯着眼看我 十杯 喝完了 这个角色就是你的 我突然有些恍惚 上一次别人跟我说这句话 还是两年前 我给柳如烟争取角色的时候 那个导演最熏熏地跟我说 十杯 喝完了 这个角色我就给他 而现在 这个人换成了柳如烟 张导面色一变 王老师 小宁身体不好 他喝不了这么多 要不 柳如烟只是凉凉瞥了他一眼 张导 你这部戏的投资还想要吗 张导只能老老实实闭上嘴 朝我露出一个同情的表情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仰头把酒闷了进去 透明的白酒带着辛辣的气息 激起眼角的色 胃里开始抽搐 熟悉的疼痛逐渐蔓延上来 一杯柳如烟靠在椅子上 嘴角带上一抹嘲讽的笑 酒一杯杯喝了下去 我的视线逐渐开始模糊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突然好想放声大哭 我很想问问他 爱他到底是什么罪无可赦的罪名 要让他这样恨我 可是我不能哭 眼泪是种武器 只对爱你的人有用 在他面前 只会让我丢尽最后一丝链 胃里的脚痛越来越剧烈 当初医生严肃告诉我 我不能再这么喝酒了 可我没办法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柳如烟的神情变了 他好像有些生气 黑着脸死死盯着我 只是喝到第七杯的时候 我到底忍不住了 随手扔掉酒杯狼狈的夺门而出 还没到卫生间 我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胃里钻心的疼 让我几乎直不起身来 眼前黑了许久后 我才面前撑着墙壁站起来 脸上全是肝藕和疼出来的泪 回去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出门了 他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表情又变回冰冷的样子 四周的空气似乎也想要杀死我 纷纷抽离 让人简直无法呼吸 我眨了眨酸色的眼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复杂 我捂住位 突然觉得去他妈的吧 去他妈的男一号 去他妈的柳如烟 柳如烟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抬头 他一正 眼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期待 什么 我一字一顿道 我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认识了你 我没管柳如烟难看的脸色 转身亮枪离开 狭长而明亮的走廊里 我闭上眼 挺好 就当我从来都没认识过这个人吧 未病终究还是犯了 我在医院待了三天才好转 那个角色我到底是没留住 柳如烟把他别了沈桥 电视剧播出后果然如我所料般大火 沈桥在里面的表演虽然只能算是一般 但柳如烟还是通过关系给他拿下了一个奖项 而我因为这次的插足事件事业彻底跌到谷底 好长一段时间甚至都接不到角色 为了有戏可拍 我不得不去了以前最讨厌参加的饭局 可是大概是冤家路窄 在饭局上我居然碰到了一起来的沈桥和柳如烟 沈桥最近靠着炒作和柳如烟的恋情 还有心上的电视剧一世风头无两 周围很多演员和导演都在恭维他 还得是我们阿乔 长得又帅演技又好 怪不得能拿大奖 是啊 还有个这么好的女朋友 真是人生赢家 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之间的那点局域 有人故意猜我 不像有些人 争来争去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落着 人家不用争不用抢就什么都有了 真是比不了 沈桥勾起唇角 是啊 是你的就是你的 抢也抢不走 不是你的抢球也没用 你说是吧 如烟 我面色逐渐苍白下来 柳如烟从头到尾看都没看我 只是随意地点点头 是啊 哎对了 听说如烟之前爆火的那个女三 就是阿乔给争取来的 你俩这真算是互相成就了 是啊 网上不是说这是神仙爱情吗 最近都在磕 连我都忍不住看了 我正主 抬头去看柳如烟 她眉眼含笑 温柔道 是啊 没有阿乔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着两个人牵起手 引得周围人一阵起红 所有人里 只有我和我的经纪人笑不出来 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勉强压住声音在我耳边怒道 那个角色不是你给她拿的吗 怎么成了沈桥给的了 我不知道 看着他们如骄似漆的样子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只觉得很茫然 很想立刻从这里 沈桥视线落在我身上 带着一抹不佳掩饰的轻蔑和得意 就在这时 一边的一个投资人突然说话了 是啊 都说现在娱乐圈没有真感情 我看不一定 我记得当初宁先生也是 为了给女朋友争取一个角色 喝酒喝到未出血都进了医院 当时正好我也在场 这个投资人我有点印象 当初好像确实一起吃过那顿饭 后来听说他出国发展生意去了 大概对我们这些事不太了解 柳如烟正愣半秒 猛地朝我这里看过来 他脸上的不敢置信 几乎是有些失态了 投资人饶有兴趣地问 现在你和女朋友怎么样了 他事业发展得还好吗 灯光游荡在急急嚷嚷的房间里 一时间我只觉得 眼前这些人都好像远去了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一片安静 许久后 我开口道 他发展得挺好的 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 投资人有些惊讶 为什么呀 当时看你那么喜欢他 我记得到后来你都快晕过去了 还拽着人家不放 非要那个投资人说 把角色给他才肯昏过去呢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 有惊讶的 有嘲讽的 还有看热闹的 沈桥脸上血色尽湿 勉强笑着拽住柳如烟的手 如烟 我突然有点不舒服 我们走吧 柳如烟这次却没搭理他 只是直直地看着我 眼里挥聚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好似狂风暴雨 他手指都泛起青涩 死死捏住杯子 我扯起唇角 笑意却支离破碎 不能成行 那些过往如今 在被人在当事人面前赤裸裸地说出来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报复性的快感 我只是觉得有些疲惫 都过去了 再提起来 又有什么意思呢 旁边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女演员 有些为我打抱不平 故意问道 那你现在后悔吗 辛辛苦苦给人家跑前跑后 结果都是为了别人做嫁衣 柳如烟眼底慢慢泛红 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 几乎要在我身上灼烧出一个洞来 我垂下眼脸 轻声道 没什么可后悔的 已经放下了 出了饭店后 我被人一把扯住胳膊 柳如烟动作急切 你对不对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 面无表情道 是又怎么样 事到如今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角色 就能决定她的爱恨 那她的感情也太不值钱了 我不稀罕 柳如烟慢慢低下头 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扯出一个嘲讽的笑 为什么不告诉她 她当年那么傲气 出门都要和我保持距离 在外人面前从来不肯和我牵手 我知道她怕别人说 她是为了网上爬菜和我在一起 其实柳如烟从来没让我帮过她 我知道她骨子里就是个太过骄傲的人 所以除了最后分手吵架的那一次 其他时候我从来没提起过帮她什么 柳如烟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逐渐安静下来 我的经纪人跟出来了 看到她这副样子忍不住骂道 当初宁言个傻逼为了你生生灌了十杯威士忌 喝到吐血都不肯撒手 非让人家承诺一定要把角色给你 你知道她去医院 喂出血医生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吗 你他妈那时候在哪 她胃病本来都快养好了 是你又逼着她喝了那么多久 经纪人暴跳如雷 你还有没有良心 就是不念着她对你的恩 你们好歹也在一起了那么久 你良心都被狗吃了 柳如烟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我 然而她却一声不吭 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眼神里懊悔 震惊和哀气柔砸在一起 让她几乎有些站不住 跟腔后退一步 我拉住经纪人的胳膊 对着柳如烟平静道 你要报复也报复回来了 我现在也如你所愿 什么都没了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 但我们现在也算是两清了吧 好去好散吧 第二天一早 我是被经纪人狂轰乱炸的电话吵醒了 快去看热搜 她着急道 你们昨晚的饭局被人拍下来了 我一惊 浑身睡意煞时消失的一干二净 赶紧拿起手机 热搜上第一挂着词条 柳如烟宁言审言审桥 第二是宁言插足 第三条是饭局视频 昨晚的饭局不知道被谁拍了视频 尤其是我那一段 发出来后直接冲上了热搜 网友们像是瓜地里的茶 吃得不亦乐乎 按时间线吧 那个人说的前女友就是柳如烟吧 我记得宁言之前拍 异中人的时候有一次发通到说进医院了 那之后柳如烟就拿到了承诺那个角色 所以其实是宁言给他拿的角色吧 宁言粉丝省省吧 柳如烟自己都说了是感谢沈桥 能不能别来沾边了 可是宁言这些年就谈过这么一个 他之前采访都说了自己这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 不是柳如烟还能是谁 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在沈桥发了微博后达到了小高潮 他这次倒没转发饭局视频 就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导自演 得到了这句话 沈桥的粉丝更加疯狂的开始网爆我 一时间我的微博评论下骂什么都有 柳如烟承认你妈你就上赶着倒贴 不炒作会死是吧 作品没多少 炒作都是很溜 怪不得现在糊了 赶紧呼穿地心 去死去死 宁言滚出娱乐圈 风沙宁言 经纪人简直要暴走了 怎么沾上这两个人就没好事 柳如烟客你是吧 这下怎么办 公司都要保不住你了 就在我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 经纪人突然惊呼 柳如烟发微博了 他急吼吼地把手机塞到我面前 只见柳如烟发了一句话 那个角色确实是宁言为我争取的 他也从来没有插足过我和沈桥 在这里为迟来的澄清下 宁言道歉 时机起千层了 网友几乎要打疯了 到底是谁啊 我都糊涂了 之前不还感谢沈桥吗 是不是柳如烟被骗了呀 我看那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也很震惊 好像第一次知道 都是沈桥自导自演呗 这个男的要不要脸 楼上说话小心点 转发过五百就算谣言 小心起诉 然而柳如烟自己都下场说清楚了 我们恋爱的一些细节 也逐渐被网友扒出来 证实了确实是他们分手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短短几天 我的风评就好起来了 粉丝也暴涨不少 之前的代言都回来了 也有很多剧在这个关口找到我 打算借这个时候宣传一波 反倒是沈桥的名声 开始毁于参半 好多战姐直接脱粉 透露了一些内部消息 他老双面人了 之前拿我们送的礼物的时候 满脸都是小 结果转过身就把贵重的都留下 写的信都扔垃圾桶 能昧下宁年的功劳是正常操作了 是啊 沈桥很假的 经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他不是自诩从来不接受潜规则吗 结果那次我去跟组 看到他半夜敲女制片人的门 只能说娱乐圈都是人设吧 只因为柳如烟一句话 我们的处境完全倒过来了 连沈桥拿的奖 也被人质疑是潜规则的结果 网友们扒出他的表演片段 群朝他不要脸 他刚刚拿到的奢侈品牌代言 纷纷和他解约 一时间简直比我当时还要惨 经纪人有些复杂到 没想到他还算有点良心 知道为你澄清 不过早干什么去了 害得你遭了这么多嘴 我没说话 我也不懂柳如烟这是在干什么 可能是突然良心发现吧 下海当鸭 插足已婚女导演家庭 还有半夜去制片人房间敲门等等 都被发了出关 脱粉的粉丝比黑粉战斗力还强 竟然直接去举报了他偷税漏税 这下沈桥是真的完了 他是真的偷税漏税了 官方账号直接把他的事发了出来 需要补税17亿 他被彻底封杀 一时间好像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沈桥疯了事的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你 宁言 是不是你举报的我 他歇斯底里道 我不过只是抢了你一个功劳 可柳如烟本来就是我们 你非要这么赶尽杀绝吗 我只是安静听完 然后微笑道 有时间在这跟我发疯 不如赶紧去学学采缝刃机吧 之后大肆挥霍 钱都不知道扔在哪里了 怎么可能凑得出来17个亿 与其他到底还是拿不出钱来 直接被公安套头带走了 三个月后 他被以逃税的罪名起诉 背叛入狱七年 沈桥彻底完了 我拿到了一个新的男一号 之前磨练的那半年还是有用的 我入戏很快 导演一直夸我演技好 男主是个被扎女背叛 漂泊半生的男人 大概是这段时间经历的事情太多 他的那种疲惫感 我们很好的融入 甚至拍完电影都久久不能出席 大概是柳暗花明 这个角色帮我拿下了影币 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 我没有预想中的欣喜若狂 我只是很平静地接过了奖杯 主持人问我 有没有想要感谢的人 我把从导演到经纪人都感谢了一遍 最后想了想到 我还想感谢我自己 谢谢我自己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能走过来 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 爱自己 比什么都重要 颁奖后的庆功宴上 我再次遇到了柳如烟 他把自己灌得最熏熏的 红着眼在无人处拉住我的手腕 宁言 我这几天想了很多 我终于想明白了 其实我不是恨你 我只是那时候太无能 太自卑 我总怕你会嫌弃我 扔下我 所以总是对你那样 其实我只是在一遍遍地确认 你不会离开我 他苦笑着哽咽 可你最后还是抛下我了 我就觉得 果然如此 你果然早就不想要我了 这些年我恨你恨得要命 我恨你像条狗一样抛弃了我 我疯狂麻痹自己和别人在一起 可我脑子里全是你 沈桥骗了我 他说角色是他帮我争取来的 我那时候一时糊涂 你原谅我好不好 他抬起头 眼神里戴上一丝祈求 你也是爱我的对不对 不然也不会为我拿到角色 那样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不会再那样对你了 回来吧好不好 他眼里闪过一丝水色 几乎是哀求道 求你了 看着他这副样子 我却忍不住笑了 柳如烟 当初你为了沈桥把我整成那样 现在又能为了我对他落井下石 只因为一个角色 你爱的到底是我还是他 还是只是你脑子里虚构出的那个人 你这是薛定恶的爱情吗 他眼里闪过一丝心痛 急切道不是 我继续道 你只是因为自己的自卑 就能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吗 柳如烟 别让我觉得爱过你是我这辈子最丢脸的事情 说完 我转身就走 他在我身后嘶哑颤声 宁言 其实当初我感谢的那个人是你 声音垂心气血 柳如烟是这样骄傲的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副样子 可我还是一步步走远 从始至终都没有回头 三天后 微博再次瘫痪 原因是 柳如烟宣布退圈了 他卖了公司股份 卖了豪车别墅 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付了违约金 微博上他只留下最后一段话 我曾经因为自己的自卑 犯下了一个卑鄙的错 伤害了一个我曾经最想珍重的人 我不奢望他的原谅 我只想用余声为自己的错误赎罪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柳如烟的微博为我扫清了最后的路 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说我插足别人感情 反而我的热度被一波波炒高 收获了网友的一众同情 我被称为最佳前男友 每天都有大批网友 在我微博下留言鼓励我 这场闹剧里 我成了最后的赢家 柳如烟没有再来找过我 三个月后 我收到了一条陌生手机号发来的短信 只有短短三个字 对不起 我看了一会儿 想了想 把这条短信删除 号码也拉黑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我从不后悔曾经爱过他 但我也不会再爱他了 一边经纪人喊我 快点快点 张岛找你 说是有个新角色特别好 让你赶紧去试试 张岛上次下了我的角色后 总是特别过意不决 一直想着补偿我 给了我好几部戏的男一号 我都快成他御用男主角了 不过我们的配合也不错 一连斩获了好几个大奖 几乎就要大满贯了 我放下手机笑道 来了 窗外阳光正好 黑夜已经过去 黎明才刚刚开始